我们现在是到了羽田机场目的地是北海道 其实虽然说从3月6号到12号 包括日本航空还有全日空都减少了上百趟的这个国内航班的班次 但是羽田机场这个国内出发看人并没有很少 那么因为北海道现在是日本确诊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地区 所以我们行李里面是带了足够多的口罩 还有各种酒精消毒的喷液和消毒纸巾等等 当然还有羽绒服 因为北海道现在看天气过两天还会下雪 大家看机场的这个信息栏 最上面写了欠航那就是航班取消 再往左一格 大家看这一个有三角形有圆圈 画了圆圈就说明这趟航班上还有很多的空座位 也能看到很多的航班上其实空座位都还很多 在后级大厅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这种红色标出来的关于飞机航班取消的提醒 也就是因为航班取消的比较多 希望乘客在买机票或者登机之前先去查询一下这趟航班的相关信息 我们经过的这些小卖铺的人都比以往少了很多 包括我们进安检的时候也不用排队 另外进了后级大厅之后 很多的登机口都一直都是这样空荡荡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 全日空已经取消了200多个班次的航班 日本航空取消了350多趟航班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到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 但这一定是我见过的人最少的新千岁机场 我们在等候的位置基本上是空的 而且整个机场的这个大厅里面是空空荡荡 之前北海道知识也发布了叫做《紧急事态宣言》 要求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而且北海道也是第一个要求学校停课的地区 我们现在住进了在札幌的这家酒店 那么这家酒店的入住率比去年少了50%还要多 其实我们一路从机场过来 最大的感受就是冷情的不仅是街上看不到太多的人 而且从我们身边开过的公共汽车上面都几乎没有人 现在是我们到札幌的第一天 其实脑子里是有很多的问号 北海道对于新冠肺炎的检测是什么样的标准 会不会和其他地方有不同 另外北海道是宣布了《紧急事态宣言》 民众的生活是什么样是不是便利 大家会不会有恐慌会紧张 另外北海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要控制住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能够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